今天三月 美國拜登政府與中方進行首次會談 會中雙方激烈交鋒 火藥味十足 不過當晚美國華爾街知名資產管理公司摩根大通 卻宣布投入4億美元 以外部戰略投資者身份 購買中國招商銀行10%的股份 似乎與拜登政府所宣示的抗供目標不太一樣 然而不只摩根大通 還有更多的華爾街公司也投入中國懷抱 像是美國基金巨頭先鋒集團 早在2019年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集團成立合資企業 但先鋒集團目前已宣布撤離中國市場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美國貝萊德集團 今年5月也宣布攜手中國建設銀行 新加坡淡馬席控股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 其中貝萊德占股50.1% 一個月後貝萊德再獲得中國獨資公募基金牌照 順利在中國展開業務 美國另一家知名投資銀行高盛集團 長期把中國視為重要市場 今年5月也宣布與中國工商銀行 合資成立財富管理公司 其中高盛持有51%的股份 而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統計 自2018年以來 中共一共批准100多家外資銀行保險機構在中國設立 不只有美國企業 來自歐洲的金融機構也不少 包括德國安聯保險集團 就在中國成立獨資控股的保險公司 法國東方惠里銀行也和中國銀行 合資設立理財公司 英國失落的投資集團也跟中國交通銀行 進行財富管理的合作 日經新聞曾指出 在1990年代後半期 中共曾請求美資銀行就不良債權問題提供支援 在美中對立激化的川普時期 中方也曾拜託美國金融首腦擔任調停人 對中國來說 華爾街稱得上市為數不多的美國朋友 去年底中共專家迪東升 在演講中脫口而出的這一番話 也秀得出一些線索 以前1992年到2016年之間 中美之間各種問題都能搞得定 所有事情全部是床頭吵架床尾盒 兩個月之內搞定 什麼原因 這兒我拋出一個可能又要是暴論了 就是因為咱們上邊有人 就是我們在美國的權勢核心圈 我們有我們的老朋友 到底迪東升口中的我們上面有人 是否與這些跟中國有交易的金融集團有關 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新唐鳥太電視 池仙李葉倫如整理報導